最近疫情又开始死灰复燃了 所以各位记得千万要小心 如果你们不想出门的话 可以在家看一下我们的影片 接下来我们会带很多影片给大家 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呢 就是这个全新一代的 Mercedes-Benz C-Class 为什么要说它呢? 因为这款车实际上在 2021 年就应该进军我国市场 可是因为 MCO 的关系加上芯片暖缺 所以导致它在今年才开始有消息 泰国方面会在今年的3月正式上市 而马来西亚市场会在几时呢? 我们相信也是会在今年的上半年 所以我们就来率先看一看这个 又帅又有科技感的全新一代 C-Class 全新一代的 C-Class 它的代号是 W206 很多人觉得这款车很有争议 这是为什么呢? 这是因为它们更换了全新的家族设计 外观看起来非常的秀气 但是有有一些 Mercedes-Benz 的粉丝表示 这款车失去了原本 C-Class 应该有的大气感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? 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Mercedes-Benz 更换了一个韩国机的总设计师 不同的设计师 带来的设计风格自然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看这个全新一代的 C-Class 其实它跟大改款的 S-Class 非常的类似的 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这也是我们所谓的家族连设计 可是实际上我个人觉得 全新一代 C-Class 在外观上面非常的好看 尤其是它的头灯组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锐利 非常的优雅 加上本身的流线设计呢 我个人觉得它像优雅的豪华房车 躲过于运动型的豪华房车 话虽如此 但是这款车的动力表现应该还是不差的 因为总设计师是韩国人的关系 所以我很愿意把这款车称为来自德国的欧巴 你们觉得这款车好不好看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至于开头我们说的这款车既帅气又有科技感 科技感在哪里 科技感就在它的内装表现 在这个新世代的Mercivis Pen 内装方面呢 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大的触屏主机 而且它搭载的是新一代的 MBUX 系统 这个 MBUX 系统呢 除了更智能功能化更强之外 还支援这个语音控制功能 这个其实我们在目前贩售的A-Class上面就看得到了 但是因为这个 C-Class 是全新的车型 所以它的智能系统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 识别度也更高 而且它取消了大量的实体按键 也就是说不管是这些冷气的控制啊等等 或者是其他的选项 也都必须通过这个触屏来控制 效果非常的绚丽 而且重点是 这一块触屏是 OLED 的萤幕 对比度高 视觉效果非常震撼 只是因为是触屏的关系 所以你在开车的时候都要用手去点这个萤幕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方便 除此之外呢 这个仪表同样的还是大尺寸的数位化仪表 可以显示的功能跟资讯都非常的多 这个就是它的科技化所在 而 Mercedes-Benz 的内装 哪里可能只是这样的呈现 非常炫目的氛围灯设计 也出现在了全新一代的 C-Class 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氛围灯的铺层 非常的炫目 五颜六色 就让你置身在 Disco 可是实际上它又保留了非常出色的感受 所以你会觉得这款豪华房车的内装呢 又有科技感 又有豪华感 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内装的 你们呢? 至于在空间的表现上面呢 历代的 C-Class 都不是强项 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是后轮驱动车型 所以呢 这个长车头的设计 还有后轮传动轴吃掉了不少的车室空间 而在新一代的 C-Class 上面呢 原厂通过家常的轴距 来提升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至于实际的表现是怎么样 我们暂时还不清楚 不过相信呢 它应该不会让我们失望 至于其他的部分呢 我们预计这个新一代的 C-Class 会加入这个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 一直以来 在 Mercedes-Benz Malaysia 在本地贩售的车款 是鲜少会有 SEC 主动式定速巡航这样的配备 有的只是这个前方撞击一颈 自动紧急刹车 还有车侧盲点侦测等等的配备 而这一个 C-Class 那么有科技感 如果不增加更多的先进安全配备的话 似乎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你们说对吗? 一直以来我国的 Mercedes-Benz 呢 跟泰国的 Mercedes-Benz 引擎配置都不大一样 在早前泰国方面公布了泰国版本 C-Class 的引擎配置 它们有两种的引擎选项 分别是 C-220D 也就是柴油引擎 还有 C-300E 也就是 2.0 汽油涡轮这台引擎 加上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至于马来西亚呢 我们相信马来西亚的车型分类 其实会跟上一代车型差不多 也就是我们有 C-200 以及 C-300 只是呢 在这个新一代 C-Class 上面呢 48V 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将会回归 其实早在上一代的 C-Class 呢 小改款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 1.5L 涡轮增加引擎 加上48V 轻度混合动力系统的选项 只是在 2020 年的时候 原厂把这个系统舍弃了 更换回 2.0 的低功率引擎 只是在新一代的 C-200 上面呢 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市场呢 都是采用这个 1.5L 的涡轮增加引擎 加上 48V 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不过原厂针对这个混合动力系统进行了强化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从原本的 8PS 提升到了 20PS 所以这一次对动力的提升会更明显 而且这个 ISG 的供应商更换成了 30 电机 所以在品质上面会更强 根据这个官网的数据呢 C-200 采用的 1.5L 涡轮增加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204 PS 在搭配了电动机之后呢 它的 0-100 加速表现只需要 7.3 秒就可以完成 以 1.5L 的涡轮增加引擎来说 这样的实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在这个 C-300 车型上面呢 它的 2.0 涡轮增加引擎 可以输出 258 PS 的最大马力 400 Nm 的峰值扭率 再加上了这个 20 PS 的电动机之后呢 它的 0-100 加速可以在 6 秒就完成 不过这样子看起来 似乎还是比它的主要对手 BMW 的 330i 还要慢了 0.2 秒 匹配的变速箱 还是我们熟悉的 9 速自排变速箱 所以我们相信 未来呢 这个 C-300 主要瞄准的对手 就是这个 330i 至于它们的价钱会不会接近呢 我们就等待 Mercedes-Benz 的进一步详情 其实根据我们之前得到的消息 这款车在 2021 年的时候 就要以 CKD 的方式翻售 只是遇到了几个大问题 第一点就是 MCO 第二点就是芯片短缺 第三点就是 德国原厂的人员 没有办法来到马来西亚 为这个厂线呢 进行调整跟验证 所以导致这款车延迟到现在才上市 所以我们相信 未来的 C-Class 呢 一定会是以 CKD 的方式 在马来西亚贩售 所以价格方面应该会很有优势 而之前根据一些小道消息 这款新车的售价会从 26 万起跳 这个价格以一款全新的车型来说 其实还是有竞争力的 你们对这个全新的 C-Class 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简短的 C-Class 讲解影片 如果未来这款新车发布之后呢 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现场的介绍 大家千万要留守我们的频道 好啦我是 Ivan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